水墨文化 任何人为事物的前提是设计 人工智能 原有重 数字孪生 艺术和科技融合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的 我觉得越是科学技术 发达 那么传统的智能 自然的智能 越会呈现出它的一种生命 第一次画贺 我是在德国学习的时候 在德国的时候 不像在国内 有那么多的丰富的生活 那时候觉得自己在家画画不错 就买了一些纸 笔 墨 带过去 德国其实在亚洲商店也能买到 我喜欢画贺 贺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纯洁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贺的这种落落大方 它那个姿态 走路的这个优雅 我觉得真是为人眼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我觉得这言罪于自己 借重的中华文化 还有就是 你对西方 现代造型艺术的这种美术规律 就是构图 形态结构 因为你画贺 你要把它几笔 把它画得很生动 而且结构比较准确 有时候一笔可能就是好几个变化 书法和绘画 它有本质的一种联系 都是基于毛笔 宣子和墨 这种联系都是通过笔墨 在宣子上的流畅 加上你人的一种情境和激情 书法讲究虚实 顿挫旋律 和整体的结构 构图 章法 中国绘画也是一样 其实在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书画 其实是无法绝对地 给它分离的 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是全国第一个以设计为主的 看了很多专业 有个叫工业美术系 我觉得这个专业很好 技能把你的审美 艺术的修养 能够付出于实施 同时它一定是能改善 我们的生存状态 生活环境 生活品质 我觉得一个人 把自己学的科学知识 和自己的艺术情怀和天分 和自己从小积淀的 一些美术技能 融为一体 将来成为你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那是人生 最好的一种工作方式 实际上就是今天讲是 科学和艺术的一种融合 但后来我们才知道 工艺设计很难 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一个东西不是说 你有一个好想法就行 你画一个好的样子 你还必须要 能够实施被生产制造出来 我印象很深 就是几乎所有的世界 都是在图书馆 那个时候给我们看了很多书 在今天我觉得对我们 影响都非常大 像黑格尔的哲学 这个朱光泉的西方美学史 刚改革开放 我们长期的封闭 说话说话 我们老是觉得西方什么都好 结果发现我们到了德国 德国的教授经常提醒我们 他说你不要看见我们鲜亮的外表 他说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 同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 对传统的造物思想 以及他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讲天人合一 讲社会和谐 我后来发现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看东方 看中国的一些优势 回国教练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艺术 它的意义和价值 对我全面形成自己的艺术观 和审美的视野 对整个世界文化 世界美术史 有个直观的 亲身体验的一个认知 说中国的造物思想 简约自极 大道自检 中国的民宿家具 中国的宋词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中国的手末绘画 它很多哲学思想 它的意境 其实要误化到 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 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囊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 我画课 其实有很多是 设计的一个范式的借用 所以跟一般的国画 不太一样 根据这个形本身的空间关系 它的一个动式 这样都必须是一切合成 对 它用最少的笔墨 来体现一种很深的 哲学思想和一种境界 当然这里面还流露出审美的一种形式法则 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意愿的 是一个多元的 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生态 艺术生态 我觉得越是科学技术发达 那么传统的智慧和自然的智慧 越会呈现出它的一种神明力 一温稀缺了 万万手作的温暖 直接体现人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 不仅仅是一种视为的 还是一种肢体的 一种行为 生命的一种烙印 这个是它的价值 我觉得是永存的 时代是不断的发展 但你发现 每个时代 并不是说一个迭代 把过去的东西全部覆盖 它这是一种并存的 但是呢 每个时代一定要体现 这个时代特征的主流的艺术 现在我觉得设计应该走到前台 发挥引领作用 将来我觉得 我们会处在一个现实世界 和虚拟世界 也就是源与众 两个平行世界 交融的一种生态环境当中 我想我们未来的世界 一定是在这两种世界的一种融合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 需要构建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次序 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科技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个效率 一个生产力的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和谐的 健康的 这个有温暖的 一个新的融合的这个世界 这里面我觉得设计 人文艺术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一种世界上的一种美军的机构 和运力的节奏 每个人都在美国 这些都是主要品牌 这些 今天中国对设计的认知在不断的提高 我们也特别看到 中国可能是全世界设计产业量最大 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 活动也是最活跃的国家和地区 机车这个 一个是颜色 涂装 一个是造型 设计 一个是从它这个视觉上 体现中国风格 那么我们如果结合中国巨大的市场 以及中国人的天真合一的一些思想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走出一条 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是充满着信心也充满着期待